我小時候已經看到 你已經知道那些是鬼 不,我不知道是鬼 但小時候已經看到 直到有一次 其實我很多台都說過 有一次我發生一宗很大的交通意外 我駕電單車 可以說的 就撞貨櫃 是歷史來的 當時有一份報章都標了 當年多少歲? 當時我應該是20歲左右 不懂得死 就撞貨櫃 就昏迷了 那一刻 狀元很厲害 然後在醫院的時候 看到一些東西不對勁 叫他又不太認你 而且我們看到的時候 其實是很3D 好像我看到你這樣 但你是透的 而且會看到你 初初我看到的時候 你是灰白色 又或者是乳殘片 漸漸有時候會看到 有些青色 藍色 紫色 紅色 諸如此類 紅色真的有嗎? 有的 紅色是否真的賴鬼 其實我們不會叫它賴鬼 因為它不一定有傷害性 即是它不一定會傷害你 只不過它的能量很大 因為它走不了 也或者有些它不想走 它會積造了很大的能量 變成它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你僅鍵 凡是有顏色的鬼 一定不會傷害你 它有機會是好的 是嗎? 是呀 即是人也有好壞 那為什麼鬼 有顏色就會是壞呢? 是嗎?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它有顏色 不代表它一定會傷害你 它可能它不願走 可能它在保護某些東西 所以令到它不走 是呀 即是我會這樣去演繹這件事 因為你不可以說 它有顏色 它一定是壞的了 它一定是賴的 那為什麼有顏色 一定要是賴呢? 因為看得電影多 其實是很多人去說 電影就圈驗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鬼的世界是怎樣 通常那些人 有不開心自殺的時候 尤其是惠程 就會穿了紅色衣 紅鞋 化個很紅的妝去自殺 希望回來報仇 所以那些人就會覺得 先入圍主了 紅色就是害人的鬼 是 其實在我認知當中 其實鬼魂它有顏色 它一定是停留在這裏 才會吸收到能量 令到它有顏色 但其實有時候你可以查根究 就是為什麼它會停留在這裏 它不一定是報仇 或者它在留戀家人 又或者它在保護它的另一半 又或者在保護它的小朋友 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還有我曾經見過有一次 就是有個藍色的 那它是在這裏做什麼 其實它是在一條村的其中一個單位 是不斷在這裏徘徊的 每天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想問 我已經問過很多人 日頭都是有鬼的 有 不只是晚上才出現 對 對 但日頭的鬼魂 就不會在連日當空 因為始終它都是陰 而太陽曬下來是一樣 它無論如何都不夠太陽來 所以它就會走在一邊 不會被陽光直接曬到 但它也會停留在這裏 我們日頭見到那些鬼魂 一般來說它是走在一二角的 或者室內 或者樹底 如果你說在街上 沒有遮掩 你是不可能會見到它 這樣反而會比較放心 所以人們為何不講 你走街不粘着牆 走走正中間 不要走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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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b 因為他真的去的地方躲連 或者當天避太陽 但夜晚 他們 如果晚上完全沒有陽光 他們就真的於圓陰便去 就是隨行便去 對 他就不會 waste 然後 鬼魂一直不會見到這裡 是的 對 你想想它是什麽 它是我們死了之後就變了它 它都沒有實體的 那它怎麽會見到你 其實我們科學的鬼魂都說了 鬼魂其實是我們人死了的腦電波 靜下來的 只不過就是我們答通到它 就是我們的腦片當巧答通到它的時候 你就撞鬼 那你就黑仔 因爲它是陰的 如果鬼魂見到你的話 它就糟糕了 因爲我們是羊 而它見到我我們見不到它 就是告訴你它快要灰飛煙滅 因爲它不斷被羊的陽氣侵蝕它 它受不了 所以它就會灰飛煙滅 所以鬼魂見到人不是好事 所以通常人們就說見到靈體 是躲在耳邊 只不過可能你時運低的時候 跟它接通了所以你看到它 是 其實鬼魂不會躲在耳邊 是嗎 是呀它爲什麽要躲在耳邊 我試過有一次在公廁 在火車站裡面的廁所 我進去看見它站在角落頭上 臉是向著牆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那些不是躲在 是剛好可能那個位置 它覺得舒服 它不知道是公廁 它走過去 其實它面對牆 其實它不是想面對牆 因為鬼是通五行的 靈界通五行 它不會知道那個牆是牆 其實它是靈界通五行 其實我以我認知的話 鬼魂就是我們人死了之後 就變成鬼魂 那我們的路電波 就會儲存有記憶 會做回它平時會做的事 當然它的怨氣越高 又或者它的掛念性越高 它會做回很討厭那個人 做回那件事去搞它 如果它掛念性 譬如它很掛念那隻狗 很疼孫 很疼孫 它就會做回很疼孫 和很疼孫 很疼孫 那說回剛才 你說見到那間村裡 有隻藍色的鬼 天天在那裡走來走去 是呀 其實它為什麼要去那裡走 其實後來我 有一次剛巧見到那個村民 就問回它 我問你這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他說沒有什麼 都很好 然後我看去那裡 就看到那個神主派 就是我看到那個 就是那個樣子 那個先人 就是那個樣子 原來它就留暖在那裡 在保護他們 不走 不走 是呀 然後我問回它 它過了幾年 就是它過了幾年 就是它過了幾年 它過了三十幾年 它是爺爺 原來它是爺爺 原來它是爺爺 其實它們那些村 撞了鞋骨很近的 很近的 很近的 在附近的 所以它就留在那裡 不停在那裡走來走去 做回它平時做的事 就是保護家人 其實它沒有特別的 但是會不會對 在另一個角度 它停留在那裡 是對它沒有益處的 反野 因為它起碼去不了 去投胎 去做其他事情 那它永遠一輩子 都在那裡走來走去 其實未必的 可能還未夠時間 去投胎 因為始終它有地方 讓它落了狀 只不過還未夠時間 因為始終我們人走了 我們去另一個世界 不代表你來不了這裏 明白嗎 只不過我們可以 走了之後 我就去回我們那裡 我不想回人間 不再在家裡留戀 這樣而已 我會覺得是這樣 那我覺得問你一次 陰陽眼對於你來說 是不是都幾 影響你平時的生活 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 你會不會走 突然有東西走過 你會呆一 不會的 不會的 其實習慣了 現在突然有一個人殺過來 譬如我走一走 旁邊有一個人衝過來 我不會害怕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 不是小孩 你知道是那些 對 還有我比較幸運 有一點好 我真的不想看的時候 我可以不看 你認識到按鈕 認識到按鈕 那一刻很棒 很棒 那麼厲害 你的陰陽眼 因為我師傅說 可能是因為那次我撞完車之後 太鈍 你又死不了 搞到你可以有開關按鈕 控制到 就是這樣 你跟我師傅說 我師傅那時候都說 要不要封了它 我不用了 封來幹什麼 對 我覺得如果你已經習慣了的話 或者在必要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陰陽眼去幫朋友 例如他的朋友身邊 有些很親的人走了 很不捨 通常都會問你 你見不見到他 他是不是在這裡 很多朋友都會這樣問你 是的 但有一件事我真的要說一說 其實我們雖然有陰陽眼 如果對方那個靈界朋友 他不出來 我們都看不到 等於像我媽媽那身一樣 我都想見到我媽媽的 我都沒見過 你都沒見過 對 還有我亦都問過 我另外有個朋友的家妻也是 他很多年 他比我更誇張 他爸爸過身 他都沒見過 我問了有幾個 大家都有一件事很特別 就是逢是我們親戚 我們越想見我們是見不到的 我們見來見去都是流離浪蕩的 大部份 還有他會在陽間走來走去的 好像我媽和我媽一樣 他們走的時候 我們都做了我們要做的事 所以導致到他不會再上陽間 其實是好事來的 是好事來的 其實他留在陽間沒有意思 還有好像早上個月 我家的那隻狗走了 我們就好成牠 其實是家人 好傷心 我媽媽哭得很傻了 傻傻的 我反而看到我的狗會回來 因為為什麼 我們其實是做回 我們不會跟牠打齋 各樣的 只不過就是會把他的骨灰拿回家 因為我妹妹說一定要拿回家 拿回家 她說拿回家 她就會回來了 其實她也是在家 我跟我妹妹說 我看到妹妹在那裡走來走去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能讓她留戀太久 她也要走 所以我也回了壇 跟祖師爺說 盡做做了什麼就做 送她走 對 給她時間 有時間 她會叫人來接她走 但反而你妹妹就說 有她在那 沒有 我妹妹是因為捨不得 但我要解釋給她聽 就是你給她在那裡 其實沒有意思 是不是 我說跟祖師爺說 我說你信就信 你大哥我一定是 我就會跟她說 那時候她就會送她走 到時候我才會告訴你 但現在這段時間她也在 那你就照拜她的東西吃 她平時玩的東西 她去廁所那張索水箭 就有她在那裡 我每天跟她換了一些狗糧 換了水 就是這樣 你真的看到她在那裡走過去吃東西 她不是走去吃東西 其實她在那裡 平時沒有睡覺 像我妹妹的床 走來走去 走去 其實我不只是一隻狗 這隻狗十幾年前我還有一隻 她也是回到你家 只不過去到最後 她的骨灰燒了之後 我放在一個堂上 所以她就長時間在那裡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相信 狗走了 真的會回來 因為我將會隔兩閘之後 會請一個寵物傳心的女生 那天我就口行問她 我就發了一幅 我走了那隻狗的照片給她看 她一看 她說 她每年的聖誕節 都會回來 她平時會有時在 但每年的聖誕節 她必定會回來 我說為何你會這樣說 是隻狗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當時的毛管樹起了 你知道為何嗎 為何 她是聖誕節那天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寵物傳心很厲害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試試今年聖誕節 你放一份禮物在那裡 你就吐著空氣說 說這份禮物是你的 你可以拿走 她說她有能力去推倒這份禮物 代表她收了這份禮物 所以我將會在今年聖誕節做這件事 放一份好東西給她彈 對 還有一件神奇的就是 我有個嘉賓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Crystal 眼睛有問題的女生 聽過這個 她是用腦袋去感應靈體 在三個禮拜前 我請了她去我家裡坐 她突然跟我說 你另外那隻走了那隻狗 回來了 我說是嗎 走來走去 她真的這樣跟我說 到她走的時候 我送Crystal走的時候 我遞了一份禮物給Crystal 她突然很大反應 她就說 你不能吃的 然後我說 你那隻狗 要去聞這件事 她看有什麼 我跟她說不能吃 然後我就問她 她現在在哪裡 她就在這個位置 她告訴我是什麼位置 我好奇 我走去 好像傻婆一樣 摸摸 摸空氣 我問她的頭在哪裡 她是在這裡 她帶我的手去摸 很神奇的東西就是 我摸下去的時候 手是鼻子的 我摸著她的鼻子 我做了一個實驗 她的頭在這裡 我這樣摸是鼻子 我摸其他地方 沒事 是沒有鼻子的 當然了 因為它始終是陰 突然間我們這樣 陰和陽一撞起來 就會有抗衡 現在我們還要用力的時候 你一抗衡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手會鼻子 是呀 很神奇的一種感覺 而且那一刻 你這個人應該 有些眼淚想流 是呀 很感動 你知道嗎 我摸到她的那種感覺 現在你也是 眼淚淚淚的感覺 真是糟糕 很想念她 所以養動物 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是呀 你養動物就 它不可以一定的 大部分都是 它比你還要走 因為它始終生命短 很短 而且你每天回去就叫它 就算你不用叫它 它也撲過來 對 這樣就變成了自己人 而且它是很服從你 它不會背棄你 當然了 因為它也沒有朋友 你就是它唯一朋友 對 你就是它唯一朋友 對 而且它背棄你 它又沒得吃 大哥 很聰明 對呀 動物真的很有趣 那次的經驗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 盡可能 我們也是這樣看 盡可能就是 不要讓它流亂那麼久 讓它走 至少你有機會可以去另一個地方 或者做另一個東西 因為它做動物 來到你 其實你去照顧它 它已經很開心 而且它有緣分 而且它不用捱苦 其實它已經是 前一世是積落 說真的 即是要做動物的話 其實你想想 我們人死了 如果以佛家來說 我們六道輪迴 其實你做動物已經不是好 做人已經不是好 你想想 即是 你下一世輪迴做人 你說好不好 七情露獄 很嚴重 生到病死 你叫我讓我想 我也會想做人 不知為何 因為我沒有 你覺得有得玩 做人 對呀 有朋友有得玩 但你要想想 你有感情 要拍拖 分手 過身 生孩子開心 死 還有不開心 是不是 太多七情露獄 其實是受苦的 其實是受苦的 如果在佛家來說 你做人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以佛家來計算 所以你說 它還要做一隻動物 即是做一隻 我們叫畜生 入了速度 幸好就是做貓貓狗狗 但做貓貓狗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看看你投胎 那你做豬牛羊雞 那你告訴我 你會怎樣 被人拖 被人拖 所以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盡可能就是 讓牠早點走 早點去到另一個境界的時候 真的看牠運數 可不可以去 做另一件事 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唉 算了 養動物就是這樣 對 很傷心 現在死火 我還有三隻都不知怎辦 有 你養了牠早就要經歷了 對 還有兩隻大狗 十歲 有一隻九月就十一歲 從小到大 有兩兄妹 另一隻二月就十一歲 我還有一隻十四歲的金貓 哇 但是糟糕 真的糟糕 唉 算了 養動物就是這樣 七情六慾 學你做人 很難頂 牠一走很難頂 頂得到應該很厲害 那我問 其實有沒有靈體 走來跟你溝通 當然有 有 真的有 試過 但是我想說 靈體跟你說話 我是不知道你說什麼 即是鬼吃禮 真的鬼吃禮 對 完全是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講一個例子 不是例子 試過一次 很多年 剛好那一年 我妹妹媽媽要去美國 去探望我叔叔 只有我爺爺在家裡 我妹妹就叫我下去 我爺爺在家裡住 看著他 所以就下去住 我下去 我睡在我每間房間 很有趣 每一晚 都有一男一女 在我耳邊 在說話 不停在說話 我又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我睜大眼看 我看不到她 我不管 然後 第二晚又是 第三晚又是 我想她說了五晚左右 之後 我都不理她 只有她 在說話 有一天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還沒收拾 我去了游泳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是歷史 去了游泳 游泳 一出來 看到那個電話機 當時有電話機 幾年前 那個電話機 爆了 什麼事 然後打電話 打電話去那個電話 樓的電話號碼 他是在警察 他說你家裡被人爆笑 不是吧 他說我們打電話 整個小時 你都不回覆我 游泳 怎麼回覆 立刻衝回車 看看什麼事 我怕我爺爺有事 然後衝回去 我爺爺去打麻將 幸好 幸好 只不過家裡被人爆了 就是這個 我們的廚房 是一條天井 後面的窗 就從那個天井上來 就打爛 就是推斷了窗花 就是推斷了窗花 然後進去爆 就是這件事 然後我就在想 為什麼會這麼巧 說了幾天 然後那天 那天是一星期日 就家裡被人爆洩 然後我就 整好家裡 整好之後 然後晚上早上睡 然後 繼續聽到這把聲 但是他的語氣已經不同了 就吞了一把 嘖的聲 在那裡 然後不對勁 第二天 我就上壇 找回師傅 找師傅 叫師傅 幫我問一下 看什麼事 師傅 在壇上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動作 我檢查 檢查完 然後他告訴我 你家裡的家臣告訴你 你家裡有問題 但我記得我沒有跟師傅說 我家裡被人爆洩 他說你家裡有問題 小心點 然後我說 沒得小心 昨天都被人爆洩 都被人爆洩 他說 這樣嗎 他說 這個應該是你家裡的家臣 你的祖先告訴你 通知你 但我說 我聽不到他 他說 他說 他這樣跟你說 我是 不奇怪 很多人都說聽不到 其實我會覺得 原來我們的家臣 剛才等於我說 我想見到我媽媽 我媽 我是見不到的 我的祖先 我都見不到 但他會跟我溝通 就是用另一種方法 去令到我知道 但是 你都拆解不到他跟你說什麼 所以最後 都是被人爆洩 好嗎